在支持者簇勇下 賴清德大進場 選戰倒數70多天 1號從下午到晚上 賴清德前進宜蘭 連桿三個鄉鎮 接連成立圓山三星五節三個鄉鎮的 信賴台灣只有分會 我就是堆穗丹丹南 清明 親情 愛向好情情 賴清德向鄉親肯托 若能順利當選總統 絕對會堅持捍衛國家主權 我會堅定收好我們台灣的主權 推動國家希望黨領 建設民主好平的台灣 來維持劉華的穩定 印太好平 讓我們驚孫 謝謝代代在這裡生團 不只向鄉親請託 支持自己當選總統 賴清德也大讚 民進黨立法委員參選人 陳俊宇提出的政見 相當實在 對宜蘭發展大有注意 所以我們當中有主張 台南十二雙 水風直接下來到打開啦 改管我們國道五號的擁擠程度 大家有讚賞嗎 我們對著 清德已經十多年 沒有來貼管收工的價格 所以我們去貼水到 目的這個相關基礎 發現我們有每公斤貼管三個空間 所以進入提出這個政見 宜蘭縣立委這一席 藍綠白陣營都提名人選 呈現撒哈都的局面競爭激烈 賴清德助政陳俊宇拉台紳士 只判能殺出重圍前進國會 三天新聞黃國瑞宜蘭報導